COVID-19疫苗已经被证明是安全有效 Back to school 请上myturn.ca.gov 或热线1833-422-4255 预约接种 纽约州大幅上修新冠死亡人数 塔利班警告妇女不准工作 众院通过3.5兆预算蓝图 各位观众完 欢迎收看8月25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昕伦 在本周FDA完全批准辉瑞疫苗之后 国防部长要求所有服役人员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截止到周三为止68%的现役军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 而在新任纽约州长霍楚上任的当天 大幅上修了该州新冠死亡人数 与此同时佛州探帕市市长也宣布 所有员工现在都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或者每周出示检测证明 在本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完全批准辉瑞公司的疫苗以后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正在强制执行这一命令 他要求所有军事部门立即执行这项政策 强制要求所有服役人员接种新冠疫苗 截止到周三为止68%的现役军人完全接种了疫苗 超过76%的军人接受了新冠第一剂疫苗 霍楚在周二接替辞职的库默出任纽约州长以后 他上任的当天就大幅修改了该州新冠死亡人数 承认之前的数据少统计了近1.2万人 截止周二晚间纽约州报告给CDC的数据显示 该州有近5.54万人死于新冠 而周一也就是前州长古墨在任的最后一天 该数字为4.34万 霍楚周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 透明将成为本届政府的标志 与此同时弗州坦帕市市长在今日上午宣布 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社区不受病毒传播的影响 该市所有员工都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As it stands right now, September 30th is the date that we are looking at to have all of our city employees, our personnel, safely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Now, clearly there will be some options in there. Individuals that have not been vaccinated will be required to wear an N95 mask and be tested for COVID once a week and they will have to show those test results each week 国务卿布林肯今天表示 从阿富汗撤走美国人是首要任务 但同时美国一直立于在本月31日的期限前 撤走尽量多的阿富汗人 塔利班方面则完全推翻了此前的承诺 发言人穆甲西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职业妇女应该待在家里 以避免被激进的士兵伤害 自从昨天塔利班武装组织警告美国 8月31日的最后撤军期限不能改变之后 今天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 也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他也补充说 现在的塔利班已经在喀布尔聚集 接下来美国会与国际社会一起管理阿富汗 而随着美军撤出的最后期限逐渐逼近 塔利班对于女性权利所做出的承诺开始动摇 在塔利班武装组织占领喀布尔之前 一直对外声称自己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塔利班 对于女性也会抱以更加宽容的态度来对待 并承诺会在占领阿富汗之后 继续让女性享有工作的权利 但现在看来似乎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甲西德 在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了当地的妇女 我们想确保女性不受伤害的方式 或神经病的伤害 所以我们想让她们在家 保护安全在家里 不过她完全没有提及 何时这些安全措施才能到位 何时妇女们才能重返工作岗位 前阿富汗驻美国大使罗亚·拉哈曼尼 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的最大的恐怖是 因为在阿富汗的女性 就在穆甲西德宣布禁止女性上班之后 世界银行以妇女安全的担忧为由 禁止了对阿富汗的资助 数小时之后 联合国也呼吁 对自塔利班接管以来侵犯人权的案件 进行透明和迅速的调查 众议院民主党打破内部僵局 些微的票数通过了3.5兆预算蓝图 为拜登政府力推的基础建设法案过关铺路 这份3.5兆预算蓝图 即便少了共和党的支持 也能自己通过涵盖医疗保健 教育气候变迁等议题的支出计划 预定9月27日前 针对此两党支持的基建法案进行表决 众议院以220票对212票的微弱优势 通过3.5兆美元预算计划 以推动民主党在医疗保健 教育和气候等一篮子人文基建计划 由于参议院已在两周前通过预算案 接下来民主党若能确保党内50名参议员都支持 就可以透过预算协调程序 在没有共和党参议员赞成的情况下 通过支出计划 并让参议院已经通过的基建案 在众议院迈向最终表决 然而民主党内部爆发争议 中间派众议院表示 以获得参议院通过的基建案 必须优先付诸表决 而不是同时推动3.5兆预算案 一些共和党参议员 虽然表决支持拜登1.2兆基建案 却不支持规模3.5兆的预算案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为了协调让步 承诺1兆美元跨党派基建法案 会在9月27日前投票表决 借此向议员保证不会将此法案格置 并表示众议院将和参议院共商3.5兆预算案的细节 最大目标是推动该法案在参议院过关 意味着预算案最终规模可能小于原本的金额 目前已有两名议员表明 除非缩减支出规模 否则不会支持这项法案 共和党更是痛斥大家聚焦阿富汗混乱局势之际 民主党却只关心他们的优先法案会不会过关 两项法案预料要等到下个月或花上数个月的时间 才会进行最终表决 在遭遇了一系列针对从联邦检察官到肉类供应商的重大网络攻击之后 拜登总统和相关安全官员 今天与科技巨头亚马逊 苹果Google和微软高层举行会谈 探讨如何帮助加强网络安全 主题包括了勒索软件 关键基础设施 供应链的安全 网络安全教育和数据泄漏保险政策等 在遭遇了一系列针对从联邦检察官到肉类供应商的重大网络攻击之后 白宫希望与科技公司进行一些讨论 产生一些长期的安全解决方案 据报道 拜登总统部分内阁成员和相关安全官员 于今日与科技巨头ADP亚马逊 苹果谷歌IBM微软举行会谈 探讨如何帮助加强网络安全 亚马逊的安迪亚西 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一 苹果的蒂姆库克和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 在白宫东厅会见了拜登 虽然一系列勒索软件攻击被替上议程 但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白宫希望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根源 这包括解决广泛的漏洞 建立良好的操作规范 和雇佣更多的安全人员 拜登与与会记者表示 联邦政府无法独自应对这一挑战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非常感谢你们 白宫表示 美国需要一个包括政府和私营部门在内的 全国网络安全战略 他还承诺 这不会是与公司在安全问题上的最后一次接触 在此之前 拜登采取了多项措施 试图改善关键基础设施的数字安全 比如发布旨在加强 联邦安全标准和协调的行政命令 此次大部分会议都是秘密进行的 主题包括勒索软件 关键基础设施 供应链安全 网络安全教育和数据泄露保险政策 中国猛烈抨击新冠起源报告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拜登总统此前下令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90天期限已经到期 但非机密版本的调查结果仍然需要几天才能公布 不过中国方面则已经开始进行猛烈的反击 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 一份用来栽赃的报告根本不可信 而外交部军控司司长 傅聪更是扬言 如果要武端的指责中国 就要做好接受中国反击的准备 拜登总统在今年5月份 曾经要求情报机构在90天内 调查出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 不过最后期限在昨天已经截止 但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而于缺乏中方的数据调查的结果依旧没有结论 这份报告现在已经递交给白宫 部分的内容将会在几天之后才会公布 但事件发生之后 中方就进行了猛烈的反击 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溯源需要的是科学而不是什么情报 由情报机构去搞病毒溯源 本身就是反科学 他还抨击美方称这是一份先有结论 再来拼凑证据的栽赃报告 根本就不可信 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也说 我们将继续与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 展开研究和溯源 但我们不接受处于政治动机的 毫无根据的指控 如果他们想要指责中国 就要做好接受中国反击的准备 这场已经让全球460万人死亡的流行病 至今起源仍然未知 由于中方一直拒绝外界的开放调查 因此各国对于武汉P4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推测 也只能基于间接的证据 这个实验室距离疫情最初爆发的 南华海鲜市场大约25英里处 规划和建设始于2003年 并在2018年正式投入运营 实验室的大楼是彼此分开的 大楼由四个楼层所组成 顶部是一个复杂的空气进化系统 实验室的进化设备则在底部和下方 带有污水处理系统 第二层则是一个进行研究的地方 有单独的入口和出口 以及专用的解剖室 病毒储存设施和多个实验室 用于不同的动物和细胞的研究 波士顿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杰拉德·科斯博士 也在得知报告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论点 副总统贺锦丽昨天动身前往越南 今天与越南总理范明镇会面时宣布 将在24小时内送100万剂新冠疫苗给越南 不过就在贺锦丽抵达越南的前一天 中国将20万疫苗送抵当地 中国一系列的举动让外媒及专家认为 是意图制衡美国巩固东南亚伙伴 贺锦丽在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之后 于24日转往越南展开围棋三天的访问 专机于24日晚间降落在河内内排国际机场 这是首次有现任的美国副总统到访越南 贺锦丽抵达越南后 与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副主席武士应春和总理范明镇会面 他提议让美国军舰更常造访当地 贺锦丽强调会在许多关键领域给予越南支持 包括力挺越南提升海上安全 以抗衡北京在南海日益强势的险境 此外贺锦丽今天上午与越南总理范明镇会面时宣布 美国将再赠送100万剂疫苗给越南 疫苗厂牌是辉瑞 美国先前已送了越南5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根据美国驻越南大使馆讯息 这批100万剂疫苗已经在路上 接下来24小时内有一半会送到首都河内 另一半则会运送到越南经济枢纽胡志明市 越南4月下旬爆发最新一波新冠疫情 至今将近4个月 超过36万人染疫 胡志明市为重灾区 染疫人数约占全国确诊数的一半 越南这波疫情冲击到全球供应链 先前许多美国企业联合致函美国政府 希望尽快对越南提供疫苗援助 以缓解疫情对企业生产运作的影响 纽西兰近期的疫情升温 25日新增了62名本土案例 创下今年以来的单日最高记录 另外澳洲的新南威尔什州 新冠Delta变种病毒疫情肆虐 也呈现控制不住的情况 尽管雪驴封城两个月 仍止不住疫情 24日该州通报仅千例确诊 纽西兰政府宣布 过去24小时新增62名确诊 创单日最高记录 上周纽西兰新增了一名本土案例后 总理阿尔登立即宣布 全国进入严格的封锁措施 卫生部执行长布鲁菲德今天表示 证明个案已发展成210名群聚感染 其中198名个案 位于纽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 虽然确诊增加 但布鲁菲德表示 封锁措施显示 确诊是稳定的增加 而非指数型成长 纽西兰目前处于最严格的 第四级封锁措施 民众只能出门 采买生活必需品 就医 接种疫苗 以及必要性工作 纽西兰同时也试图防范 来自邻国澳洲的疫情 澳洲近几周的疫情 也结局恶化 其中 新南威尔斯省占最多数 根据新州卫生部门表示 今天新增919名案例 和2名死亡 虽然新南威尔斯州首府雪梨 封城已迈入第二个月 但该国单日新增确诊数 仍飙迫近千例的新高点 目前 新州共有113人 在家务病房治疗 其中有98人未打疫苗 新南威尔斯州首席卫生官 钱特表示 确诊数字强调了接种疫苗 才是关键 必须提升疫苗覆盖率 澳洲政府正加速疫苗接种计划 至今16岁以上人口 已有31%完整接种疫苗 而有54%的民众 至少施打一击 家族两位发明家 受莱特兄弟的启发研发出 第一辆由太阳能驱动的列车 并成功完成试运 打破了记录 铁路公司表示 该发明虽然速度很慢 且体积过大 不会很快的投入使用 但保持开放的心态很重要 劳什尔维尔火车站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 1903年 莱特兄弟在基地霍克 进行了第一次机器动力飞行 埃里克·休斯顿从中找到了灵感 这个40英尺长的带轮子的 太阳能电池板是世界上 第一个由太阳能驱动的火车头 它没有电池 直接将阳光转换成马力 因此埃里克和共同发明人 马尔克·富奇·底纳波利 决定看看它能够有多快 世界上第一个太阳能火车 就这么诞生了 尽管天气有些阴沉 他们还是把带有22块电池板的 太阳能列车开到了一个安静的轨道上 并把它打开 虽然看起来速度不是很快 但驾驶员说已经比预期的要好 太阳能列车驾驶员马可驾驶着火车达到了每小时30.7英里的速度 比他们预期的快了5英里每小时 RAN是西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经理 他表示他们的发明不会很快成为火车的动力 但保持开放的心态很重要 有些人可能会嘲笑 用太阳能来移动 像火车一样 中的东西的想法 但所有伟大的发明 都是这样诞生的 电影上汽 作为首次以亚裔为主角的 满围电影 即将在9月3日登陆 全美各大院线 梁朝伟 杨子琼 等几位亚洲观众的老熟人 也将在本片中精彩出演 漫威方面表示 在电影院上映45天之后 观众可以在 迪士尼的串流平台 迪士尼plus上自行观看 漫威影业的新作品 《上气与时欢传奇》 由华语演员刘思慕 实验男主上气 一个仕途更名改姓 以秀恩的身份 过正常生活的青年 却突然被迫面对他 以为已经抛在脑后的 黑暗过去 正当他在旧冰山的 简单生活 被他疏远的父亲 文武所打断时 《上气》必须穿越 异国他乡和神话般的土地 并为世界和他自己 陷入困境的过去 带来和平 《上气》作为漫威电影宇宙 第四阶段的最新作品 由于其启用了大量的亚裔 作为影片的演员阵容 备受亚裔社区的关注和期待 电影在对话和介绍当中 都大量的使用了普通话 作为交流工具 男主上气和他的父亲的故事 也与此前的漫画不同 撇开了以往 对于亚洲人的刻板印象 和古老看法 电影以倒序和插序的手法 讲述了一个 充满东方奇幻的冒险故事 与其他的漫威电影不同 上期还展现了独有的 众多的武术格斗风格 与成龙多次合作的武术指导 布拉德·艾伦也参与其中进行编排 影片中有大量华人熟知的老面孔 阿华芬娜实演上期的朋友 KT、杨子琼、梁朝伟、张梦儿、陈法拉、黄凯旋 和袁华等香港电影界的老面孔 都参与其中 上期与十环传奇 目前在烂番茄上的新鲜度为94% 并且会在9月3日登陆全媒影院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目前我在纽约为大家做今天美股收盘的报告 今天周三美股小幅的高开 备受市场期待的美联储杰克逊霍尔年度大会 将于明天开始 届时央行的官员可能会透露 有关于缩减货币刺激政策的最新立场 早盘期间 斯纳估指小幅的上扬 纳指创下盘中历史的新高 今年起今该指数涨幅已经超过了16% 对比疫情期间的最低点 目前纳指的上涨已经达到了126% 五盘持续攀升 标普白指数也是刷新了盘中历史的最高记录 盘中首次突破了4500点 截至到今天收盘 三大股指集体收高 银行以及经济重新开放概念股领涨 其中道指上涨39点 报35405点 纳指上涨22点 报15041点 标普白指数呢 则是上涨了9点 报4496点 至此标普白指数与纳指 都已经录得了连续第五个交易日的上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经济数据方面 今天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的核心资本品订单 基本时评 前月上凶呢为增加1% 该指数扣除了飞机和国防用品 被视为是商业设备投资的晴雨表 7月份核心资本品订单基本持平 这表示数月来的资本投资已经陷入了一个停顿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两只交点个股在今天的表现 强生在今天表示 该公司单计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能够产生大量的抗体 强生公司宣称 首次接种强生新冠疫苗的6到8个月之后 再加强这个再接受加强针的人 它的抗体呢比第一次接种后的28天能够增加9倍之多 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 这些数据呢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两项中期研究 截止到今天收盘 强生下跌了1.16点 报174.23点 另一只交点个股呢 是中概股小鹏汽车 小鹏汽车今天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了消息称 近日首批出口的小鹏P7 在广州新沙港起航 成为了首款销往欧洲的中国品牌智能电动轿跑 此次出口的小鹏P7 最快能够在10月份交付给挪威的用户 在海外体系建设方面 小鹏汽车方面宣称 将逐步构建包含销售交付售后充电服务 以及生活方式在内的完整的运营体系 截止到今天收盘 小鹏上涨0.17点到40.87点 好了以上就是华语电视 在纽约为您所做的报道 小鹏 小鹏 以上就是今天8月25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